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各位谈到准备阶段里 很重要的一些条件 这些条件里 我想有一点 要先跟各位谈的 这一点就是 你所知道的 无常与轮回 你所知道的无常 大概都是宿命 不是无常 而你所说的轮回跟因果 恐怕也不正确 那么我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 无常是指心 观心无常 四年初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你出个车祸 就叫无常 对不对 生一场病也叫无常 这个不是无常 这个叫宿命 那是因为前面有因 现在源到了 果成熟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把这种因果 存在的事实 当作无常 那因果就不在了 什么叫因果 我给你弄两个 弄一个图给你看 这个图算很科学化 这好像化学实验一样 我跟你讲 你要因果就从这里来 这是一个人 假设是你或者我 这个是有形的 因 你所做的都是因 做了因以后 果不见得马上兑现 它有一个无形的果 这个上面是善 下面是恶 你认得吧 学佛人都知道 这叫须弥山 所以你这个我是真是假 我们不管 这个须弥山是无形的我 所以须弥山是叫妙高山 你翻不过去 因为它就是你自己 你懂吗 你要修到哪里去 你看看嘛 现在呢 你在这里 你造个善 按照这个 造一个善进来 那就有一个果出来嘛 那果是从这边出来的 我造善怎么来恶的呢 因为你挤一个善进来 就把这里面一个恶挤出去嘛 对不对 那当你这个善从N1 这个应该叫善1一直到善N 无量的善一直进来 它就会把无量的恶一直排出去嘛 到最后这个摆的就一直下来嘛 恶就不见了嘛 对不对 到最后呢 你这个善一直进来 恶没了 跑出来就是善的嘛 有没有 好 同样的 你那照个恶进来 就把这边挤一个善出去嘛 是不是这样 那你一直照 从1到N一直照 它就 这个白的一直跑掉 跑到最后没白的 整个都黑啦 对不对 什么叫恶呢 贪污是恶嘛 对不对 贪污照个恶就 它就得到一亿四啊 对不对 当它把这个 白的通通挤光的话 虽然是贪了一亿四 可是人家去查 什么两万二 两亿二 你看 它的整个家族 包括它自己 整个家族 通通都没善啦 只有恶的 但只有恶的 虽然是义四啊 叫一亿四啊 其实两亿二 通通超出来了 有没有 因果就是这个样子啊 不然你会 你怎么解释因果啊 如是因如是果啊 有因必有果 不是不报啊 时候未到 是因为你现在福报还很大 所以你造恶啊 它善得一直跑出来嘛 你以为 造善都有恶报 我就不造善 那你就一直造恶好了 到最后一亿四就变两亿二 你们知道 藏在于水泳池里也一样啦 不要说藏在于 藏在水池里啊 这就是关键啦 还把他送去缝化炉沙 那烧金杂把他拿去烧米金 你看那个什么恶情恶状都跑出来 所以不能造恶的原因在这里 你要造善 那么原来以前不知道 莫名其妙造了很多恶嘛 虽然这个有形的因 有形的我会死啊 这无形的我还一直存在啊 知道吗 所以你所造的善 他会一直把这个恶给压出去 所以你说我行善怎么得恶报 不要紧你拜善 拜善你再把这个善的多加一点 把恶的多挤一点 那我在修行还生病 那你就再继续修 把病通通病光 病光就没病了嘛 可是你就很奇怪 你硬要把病存起来 所以下次还会再病 懂吗 行善你就继续行 把恶都给挤掉 当恶全部没了 那你就是虚敏三顶了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恶造很多 你就是不上去了 你要留意到 所以你这辈子所遇到的 都前面有因 这辈子所遇到的 在这边显现的 我没有做坏 怎么出来 那就是过去所造的因 现在从这里跑出来 我才要开车去旅行 结果被石头压到 那叫活该嘛 因为你以前造的因嘛 你不能说 我不承认以前我有造 你是只能够说 我又不知道以前有造 只能这样子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 你一定要很积极负责任 你不用怕 我们最讨厌的是那消极 无形的 那个台湾化工没有LP的 那个是最麻烦的 那是失败主义者 还没做事就 啊 然后你出去 啊 那个叫脑 LP 那个人是最大的恶 因为他会一直腐烂 即使他有善的因 也会腐烂 你一定要积极的去负责 你不要怕失败 失败的话就等于把恶给挤出去 为什么你会失败 因为你前面 在人生四阶段 你会跟各位讲过 你在那个繁荣以后衰退 衰退以后萧条 在衰退的时候 你一直在透支你的福报 所以进入萧条 萧条人有一个特色 他会贪污 贪污不一定当官贪污 老板不在 你干事事也是贪污 你知道吗 公司的铅笔 原子笔 那个什么信封信纸带回家写 老板说不要紧 那个都是贪污 你知道吗 好了 那你透支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透支你的福报啊 比如上班 老板没看到 我打电脑 这就贪污了 为什么 因为你透支了你的福报 老板抓不到你啊 有没有 这个叫做萧条期 你以为你得利了 其实你是在透支你的福报 你一直到复苏期 你就在遭殃了 萧条期的人 是很聪明 贪小便宜 贪别人的小便宜 贪单位的小便宜 都是萧条期的人 复苏期的人 都是忠厚老实的人 而且他老是吃亏 你去比较这两个 你就看到这个图的状况 那忠厚老实的人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四天 八点上班 他大概六点半就到了 有一天感冒 到八点十分才到 老板就站在那里 你看我就知道 你天天都迟到 他说 我就只有今天闹晒 老板就逮个正早 有没有 你记得吗 当时在抓贪污的时候 有个工友 买便当 本来五十个人 他买五十一个 那一个他就把它吃掉了 为了那个便当 当时是十五块 关了十五年 便当买一买 都剩下一个 剩下一个 我也要吃饭嘛 他就把它吃掉了 好啦 贪污 那个叫做 副书期的人 一个工友吃一个便当 没怎样嘛 就算贪污吧 十五块又为什么要关 那刚好碰到说 用重点 用重点 自小人 那算他倒霉嘛 听说关了三年就出来了 十五块钱关三年也很高 很严重啊 对不对 那不管 这个就是啊 他的副书期 副书期的人都有这种特色 忠厚老实 他稍微看一下 这糖果没人看 他大概没关系吧 他才拿起来 好 逮个正早 原来我们家掉的东西 都是你偷的 你看看 这罪名大吧 这个糖果不算偷吃吧 但是因为他是 付书期的人 他要怎么样 他要多付出少收入 这对你一般人来讲 你是不会接受的 好了 你要留意到 这一种人生循环的状态 告诉你是普遍存在的 就是这个因果状况 这是理论上 你看 我跟你讲 生活中的是四项 这个因果理论是理法界 你在生活的司法界里 这些东西很多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不要太计较 这个都是因果律 它不是无常 无常是你的心 因为你独头意识越强的人 你的无常就越厉害 你是一个正思维的人 就没有什么无常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的人 那种无上正觉思维的人 无上正思维的人 他是没有无常的 你要知道 弄清楚 这两块理论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们通通混在一起谈 反正一般人也分不清楚 对不对 今天晚上参加吗 谁缘啊 你放心 他一定不参加 一定不参加 他想参加 说菩萨到菩萨行母 他就一定会去参加 为什么 你已经把佛教的术语 给庸俗化 庸俗化 这一庸俗化 你对于佛教的真理 你就看不到 你又看不到 所以我们再跟各位讲 你这一个准备阶段 所应该准备的 一定要准备得好 要不然你很难上去 很难上去 现在我们在进行实修的同修 已经不少了 他为什么在激发能量以后 始终都在激发能量 始终激发能量 始终激发能量就好像 你在开车那start 他就跟他著一样 坐在那一样 坐在那一边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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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ением到参加 他就说 只上面有 fem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们现在完全取消共修 不准共修 没有共修 弄清楚 要的叫做进修 进修是一对一 你做我做记录 我叫国良把那记录表弄好 弄好了没 人家进修我就要观察 做量化工程 你做一做 鼻子动一下 每隔三分钟鼻子动一下 通常把你记下来 你有没有进步啊 上一支箱三分钟动一下 这支箱五分钟动一下 好了 这有进步 到哪一天呢 做下去从头到尾都没动 好 过关 因为它要从你的向上来看 好 这个记录拿来以后 我们再从记录的东西 跟你的反应当中来判读 来做判读 这样你就不会动了 因为我们第一阶段是激发能量 第二阶段是收射能量 在收射能量里头啊 有三个阶段 净化 馴服 导引 到第三个阶段啊 就是要以能量为主 主导 就能量啊 是什么 你要留意到 能量啊 要变成主位 主词 主格 它是主动词 它不是被动词 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因为我们在激发跟收射的过程里 你要把这个能量啊 给成熟起来 酝酿成熟 成熟以后它在自己为主词 所以这个又从满街到静观之间的一个工程 这个假如你没有经过这样子很完整的训练过去啊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回总表再看 总表这里有个问题 你也是 学佛人一直 不是 刚才那一章 上一节课那一章 全程 海燕三面全程 你看 这个地方 这是自守菩萨 问妙所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说的 说菩萨 云和德 云和德 无过失生于异业 不害生于异业 有没有 是不是那四个啊 这个如何得到 无过失生于异业 不害生于异业 有没有讲到主词啊 你留意一下啊 我们通常都讲菩萨 无过失生于异业 不害生于异业 那么这个时候的主词叫菩萨 请问这个菩萨是什么 这个有明确的定义啊 这个地方是信慰 有没有 它是信慰菩萨 信慰菩萨是一定要在这里为主啊 这里已经能量为主格啊 有没有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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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个能量是菩萨 菩萨 菩萨要为主格不是受格 你要留意啊 这个差别很多 你是受格的时候可能都还不起作用 它是主格主词 而且是动词主动词 不是被动词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一个准备阶段里 一定要把它做向线转移过来 就把菩萨不显现的激发出来 激发出来以后又要成为主词 而不是受持 而不是受持 所以在这训练的过程里有激发能量 驯服能量跟导引能量 有没有 在这个驯服啊 进化啊 跟引导啊 导引能量的时候 它都是受持 但是到这个满 满街的时候 能量要能够导引 转为主格 的一个训练 然后 在静观的时候 它就完全是主词在办事的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以prana做主词的时候 大脑是不起作用的 我是简单讲 叫大脑不起作用 它有作用 但不是你的那个作用 这叫生命为主词 不以大脑为主词 这样的生命 才能够叫做法界生命 而不是我们红尘的四性生命 这个主词啊 这个主词啊 你必须先做改变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 这一层假如不处理的话 你的修行啊 就不能成就 这样讲好像很伤人 我修了半天 结果都被你否认了 这没办法 因为它不能送人情啊 发证书可以啊 你来受信三个月证书证明嘛 因为你缴钱啊 所以发一张证书也不必吝啬嘛 但是跟你解脱没关系 那一张证书拿到圆螺网那边去无效 无效 他只能够说 那你有福报到银行去兑现可以 到圆螺网这边来不管用 知道吗 要留意到 修行的一个关键啊 就是这一个要转过来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 普天之下没人这样讲 三章十二部都这样记录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正法是这样记录的 刑法没有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 Moksha这个司法界里头 我们要把这一块架构起来 关键在这里 但你大脑一切入的话完全失效 大脑又跳格啦 跳到他要的地方去啦 所以呢 大脑就说我在这一阶 我在这一阶 这这哪一阶都可以 这刚刚点到点在这里呢 现在点都可以 修行不是点到点到 这个地方一定一步一步来 所以你这修行有效没效 就看你的性格有没有转变 你说你激发能量以后 能量很充沛 尤其是内设能量完成以后 这个人基本上没有灰色思想 没有悲观的权利 你知道吗 没有哀怨的权利 没有失败的权利 他就是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告诉各位 在司法界生活中 有一个本能 很重要的 叫做解决困难的能力 人生当中你一定会遇到困难 你必须去解决困难 甚至于 没有困难 你也要找出困难来 你懂吗 你才有可能迈向未知 无尽超越 你只要不敢去触碰那个未知的领域 你一定缺乏解决困难的能力 今天 这个时代 多少教育 要教导年轻人 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 教导年轻人 要如何去解决困难 有没有 上课受讯很多啊 有用吗 没有 非常非常小的效用 偶尔有人会有 那是因为他本来具备那个能力 没有激发出来 去经过训练以后 刚好讲到这个词汇 让他解决了 我给你讲两个例子 一个是记载报道 那个人写了一本书 叫做瓦斯最伟大的推销员 他本来在克里斯特 应该在克里斯特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的汽车厂当工人 每个月就赚那么一点薪水 然后坐得要死赚这么一点薪水 听说卖汽车啊 把我做好的汽车卖掉 可以赚很多钱 他就把工作辞掉 到福特汽车公司去卖汽车 卖三个月有薪水 三个月车子都没卖的话 就fire 掉了 哇 这下戏啊 到最后一天 90天的最后一天啊 他还卖不出去 就在那一天啊 看到一个人进来啊 他那两个眼睛 就歪了 两条线 然后看到那个人啊 提着一袋食物 因为他已经两个礼拜没饭吃了 然后看到那个人 带着一袋食物过来 他就扑过去啊 二虎不扬 把他懂得通通跟他讲啊 那个人出去的时候 就签约出去了 这叫 逼到绝处啊 绝地逢生啊 有没有 你现在就是有福报 赚不到钱 我姓啃 明老族 新的一代叫啃老族 啃到老爸死为止 那就没用了 要他出去做 哎呀 哎呀 这种人不能修行 我跟你讲 因为你没有能量嘛 你没有经过那种逼迫跟垂炼 你不要迷信啊 说哪一修行都好 人家要 你看师父坐在那里 人家就跟他磕头 又包红包给他 哼 你娘呢 我也要来做师父 你娘的师父没效啦 你又有本事啊 这本事是经过一番垂炼出来的 把你生命中的杂质统统垂掉啊 那才有人会来供养你啊 你以为头剃掉 金光党也都剃掉 你以为穿长衫的 大家都会供养你啊 还没啦 别想那么多啦 尤其是离开台湾 那你要人家供养哦 你还比黑咪豆腐 我跟你讲 除了在台湾有人供养 你到哪里去 大概没有人会理你啊 人家会以为说 你这个是李小龙的徒弟啊 谁会供养你啊 你说我在美国走路 他们说 哇 那个袜子啊 能不能送给他一双 我要干嘛 他说我是学功夫的 就是找不到袜子 你以为人家供养你啊 不要把你脱光光就好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东西给弄清楚 注尺一定要先转过来 不是你的大脑 而是你的prana 这很重要啊 我是用这个能量这个词来讲 你不要懂啦 什么激发prana 驯服prana prana 導引 prana为阻隔 prana是什么 你又要问啦 所以我干脆叫能量 而那个能量你可以直接感受到 在你体内翻腾的时候是什么 你要把它叫气也好 叫太极也好 都不要紧啦 那个是借用词 你要去感受那一个东西的存在 那个才是重点 所以修行的时候 这一个转换非常重要 这个转换 所以在准备阶段里 你这个转换假如有困难啦 就表示你的能量不足 能量不足就前面的那些条件啊 有所欠缺 你要赶快去补 所以我们一直跟你讲 技术面在做是很简单的 当技术面转不过去的时候 就一定你工程面有问题 你知道吗 我们大惊盖一盖又停下来了 大惊盖一盖为什么会停下来 工程面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在运作的人有问题啊 你工程面顺利的话 盖有什么困难啊 就工程面嘛 就你幕后的这些参谋作业出了状况 他才没有办法继续进行 不是在建筑的那个部分 建筑那部分很简单嘛 那总共200平有什么了不起啊 就是工程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修行中 你听人家讲那困难尼尼有没有 通过那个中脉的时候不是有七个轮脉吗 常常在有一个轮脉那边扣不过去啊 我告诉你越精进越死啊 因为他的问题不是技术面是工程面 因为困难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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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哪个地方停住就卡在那里 上不去 上不去的时候你就产生一个问题 似乎讲的不对 因为我现在在这个范围里非常的美好 是啊 当你在那个范围里不好的时候 告诉你没救了 你要留意到 我们在指导里已经告诉你了 问题是你遇到境界 是你愿意停留下来的时候 那叫舒服禅 Yuga Black 所以修行你绝对注意 你遇到哪个境界你认为对的时候 你就随时提醒 我这个认为对 怎么验证的 你认为对应该是你认为的 那我要怎么求证我是对的 求证以后还要再验证 你不要说找个人讲一讲 就跟人家吵说你不对 那我的才对 那这个没有用 所以这个疑情怎么带着去求证跟验证 这个功夫才是修行人的本事啊 验证以后是对又怎么样 对了要超越啊 超越以后再求证嘛 超越到达目标我又认为对了 那你原来的对要干嘛 已经没用了 对吧 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名 第一名又怎么样 新学年再来 所以过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 考一百分考第一名有什么用 是吧 你在一阶又往一阶的时候 前面的已经不要紧了 所以成就的本身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还要再超越嘛 当你不敢迈向未知啊 表示你没有解决困难的能力 当你不能无尽的超越啊 你停住的地方可能就会产生你的灾难 而那个灾难就是指 你会在短期内获得很大的福报 你知道吗 而这个福报啊使你停滞不前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当你越早停滞 你的福报越小 越后停滞 越后停滞 福报越大 佛陀是在最后最后的地方 止于至善以后 所以他福报无量无边啊 知道吗 你不要停嘛 而我们的教导是告诉你 你永不停止 即使你到达止于至善以后 要干嘛 坐坐上 还是挂在墙上 不是嘛 你还是要生活嘛 所以你在生活中是活在止于至善的世界里 不是到了止于至善那就close 放在冰箱冷藏 不是啦 是活生生的生命 你还要继续生活 只是人家那里有痛苦有烦恼 你没有 因为你是止于至善 那止于至善要做什么 还不是在度众生 那学佛修行到最后成佛还是度众生啊 对不对 那不是学佛修行到最后成佛就坐在那里等人家来拜啊 那不是啊 那什么意义啊 这就是关键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质量道的部分 这里跟各位谈到 这里头当然不止啦 所以现在呢 要简单的跟各位谈一下 那么这个后面的修法 我是简单的 这个后面没有填啦 从这个 这个过来就出心位啦 出心位是从韵 界 处 这个四个 还有念等七菩提分啦 从这个地方开始修 我们不 不详细的跟各位讲 因为这详细讲 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部分 太多了 那这每一个啊 都是一样 来到这里啊 是修六度 这是菩萨圣的位置 然后是无量心 是无量心 这死亡拥护 众生一 为众生一 为众中尊 那那个地方是怎么修的 我们怀疑经里头讲的 这里就不详细跟各位讲 至于这里面 这里面要修的东西是一大堆啊 那个格子写不下 所以就干脆空下来 你不要以为没有啊 很多啊 看总表你怎么修啊 看总表 纯粹是济之式的啊 但是要跟你讲 拿证据给你看 所以画个表给你看 你不要照这个修啊 照这个你不会修啊 那我们不要强调的 不在后面的部分 是在前面的部分 这是准备阶段的部分 所以各位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 这个阶段里 准备阶段里要修行的这部分 才是你所需要的 后阶段的等你上来以后 就没问题了 我的估计啊 假如你准备阶段的这个 第一次地 为人的基本条件 行者的基本条件 都具备到达85分 跟你讲 我们明年开始东安局 下安局 都上个月上个月 你来大概参加三次 这个五个次地 你绝对可以通过 三次 每年来一次 三年 就这么简单 技术面 但是你假如工程面不够的话 这也没有办法跟你保证 因为你在哪地方会卡住 卡住 我们同修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讲啊 你知道什么叫Hollywood 你怎么抓啊 你没办法抓 因为他会从这边穿过去 你知道吗 他都穿过来啊 你的心的无常就在这里啊 像Hollywood一样啊 像Hollywood一样啊 他会穿过去啊 因为你会闪 你有很多面具 有个面具啊叫Hollywood 这没办法跟你说不对 你嗯 那但是 不过 可是还有 那一堆出来 你很精明 似乎啊就糊了 因为你等于跳那里 等于跳那里 似乎没办法 似乎这个时候就被动了 完全被动了 跟你讲这个不对 你就哦 又好多又好多出来 那没有办法讲 这叫世性发达 跟你讲不行 就是不行 不要但是 可是 能引经不是说吗 是啊 你读过我没读过 你都懂嘛 那你还学什么 这是关键 修行就怕这个东西 就怕这个东西 要不然 你进来 我们跟你讲 三年 每年三个月 一定过关 相亲转移一定通过 我们有办法在七天 七天之内 四个人打七 七个人通过 你怎么不行啊 你之所以不行 就大脑的 猴子太厉害 猴子太厉害 这里头要讲的 主要是牧牛啊 我觉得是应该叫 训猴啊 你那个猴子啊 都是齐天大圣啊 你不要看修行 那是大修行人写的啊 他把你封为齐天大圣 你看看 为什么他会输给唐僧 输给唐三章 唐三章好呆好呆啊 老是被 就跟你讲不要动 那猪八戒老是被被骗 唐僧就被抓 然后快要下火锅了 齐天大圣才把他救出来 为什么 你要留意到 你的人性结构三个在这里 扯不清楚 太活泼了 太活泼了 要没有猪八戒啊 孙猴子不会那么精彩 对不对 讲猪八戒不好听 就叫傲师兄嘛 你知道 猪八戒是不知道哪一个王八蛋 把他画成个猪头 你知道猪八戒长像什么样子吗 我不是说你 说到你纯属巧合 英俊潇洒 花心萝卜的 帅哥 就叫猪八戒 我不是说你啊 不要说我说你 齐天大圣 就各自矮矮的 瘦瘦的 精明能干的 反应特别快的 那就是齐天大圣 你去留意看看 我们生活中有多少 说到你纯属巧合 你不要说 师父一直瞪着你 我没有瞪谁啊 我一直要转来转去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他都讲人性的问题 我们最难的地方就难在这个地方 大脑太能干了 你不好修行 你不好修行 因为你会遮遮阴阴 尤其当师父说你这样不对的时候 我拿不对 前面你都说对 我就照你的方法来到这里 现在你又说不对 你一定是怕我赢过你 真麻烦 真麻烦 你赢过我 当然我希望你赢过我 你不要输给我 不然师父就白交了 我交唐三账 看能不能交出唐四账 唐五账来 就是不要交出唐葫芦就好 这个关键就出在这里嘛 你要服下去 你为什么 驯服的服啊 为什么用这个服啊 人家说服从的服 我还不行 头要低下来才行 因为那个大脑啊 就是不服 不会趴下来啊 那 所有的修行就在这个地方 大脑不能降服啊 普安娜就不会出来啊 而你要知道 之所以会在出击 激发能量停住的人啊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普安娜正要出来的时候 大脑跟他平行 你给我记住 不要想赢我 然后呢 普安娜一动 大脑跟着动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啊 叫做灾难 它不是陷阱 叫灾难 你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把这个大脑的 四性给去掉 所以 当你一再地在 反复的激发能量的时候啊 大概叫 无可要救 这辈子完了 等下辈子再来 因为这个事没有办法的 你已经养成一个错误的模式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 我们从摩尼吉那边接法回来 没有对他不敬 不是说他讲的我们不接受 不是 像他讲二十四地的素论派理论 你怎么接受 我们维世都是一千三百年前 应该来讲两千年前都已经破了 一千三百年前就已经翻成中文了 玄壮大师都写成为世论了 你还不接受 你还要照他现在讲的素论二十四地讲吗 他有优点我们接受过来 因为佛教尤其是禅宗刑法的这个部分 在唐朝经过中印大德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到唐朝的时候 两个民主的精英投下去 弄出来的东西会有错吗 这个都是从那里面跟你弄出来的 只是以前没有这么具体跟详细 我们现在很具体很详细地交代你 你就不要在那边自己胡搞瞎搞 等一下拿个十牛途 下次我们画十个猴子好了 这样才不会说嘲笑智智慧财产群 这个各位一定要弄清楚 我们修行最怕是大脑的干扰 所以我干脆就讲不用大脑 这句话是不太正确的 但是这样子比较明显 因为大脑的修行法是比较特别的 你又不会修所以不要用大脑 这个是行者应该注意的 好 这个过了 我多简单的跟各位谈 现在正式讲的是 昨天我们讲到初阶到次阶之间 初阶 我现在从初阶开始跟你讲起 讲到这里又一天去 这个初阶最主要是把prana激发出来 就是prana的苏醒 它是修行的前行工作 它假如不醒过来 你没办法修行 这是一个定义 这是一个定义 prana是什么 历史上没有人跟你交代 那有人叫做无畏真人 有没有 成中公案里 无畏真人 有的叫真我 有的叫无我 有的叫大我 什么我都不要紧 不要我就好 留意到这个prana的定义 安斯高用了一个词叫安娜班娜 我觉得用prana就比较好了 prana 因为能 我们用的是prana 对不对 那锁就用prana 刚好一对嘛 那它既然能翻成般若 那么这个锁就翻成般若 我想这样比较好用 那你认为不当啊 什么用都不要紧 反正这个字 这个字后面有没有A 不知道 应该叫prana 没有A 有的A就 但是印度话就常常这样翻译 发音啦 叫prana 你叫prana 都好了 随便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重点我们就先把它 激发起来 激发起来它有一段 路程要走 这个过程啊 假如你身心很健康的话 这个过程很快会过去 激发出来就好了 但是你的身心 假如有障碍的话 这个有困难 有困难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在于你的心理年龄 我们世间话讲叫做 社会年龄 成熟不成熟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地方 要你人格性成熟 假如你的社会年龄不够成熟的话 你一定卡住 那你的社会年龄到底成熟不成熟 怎么看呢 你要自己去想 这是你自己的事啊 自己在检验啊 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 和谐圆满的程度到哪里 不是说 两夫妻一定要甜甜蜜蜜啊 没有这样跟你讲 但是 家庭生活 你应该要85分 每个人有个个性啊 痘痘口角啊 那无所谓啊 但是 那天报纸我看到哪里啊 结婚 结婚 五年以后 离婚 那离婚啊 不知道男的还是女的 把他们结婚开始啊 你对我怎样 你对我怎么样 通通做记录 因为和这个记录啊 就送给法官看 法官一看说 那你是从结婚那一天 就准备离婚是吗 什么事怎么都不能记得那么清楚啊 这种人就太可怕了 跟你结婚结果 这好像是情报局来 来获底的 五年后离婚 这里面的记录每天都有 不要这样就好了 我要吵一吵 吵一吵就忘了嘛 哪一天又吵起来敢有 夫妻吵架本来就这样 不吵架的夫妻很少 那是天上一对来的嘛 那地下一对是天天会吵的 吵一吵无所谓嘛 吵不吵 成桃帕成微佛嘛 继续日子很好过很幸福 不能积怨 只要不积怨啊 那些都无所谓 无所谓 因为你会积怨啊 所以你就五年来记录都很清楚啊 不积怨那大概就七十五分了 家里每个人这个部分一定要弄好 第二个 社会上的工作要圆满 一年换四十八个老板 这个不用修啦 一辈子一直找不到工作 那也不用修啦 你不要一辈子找不到工作 还没找工作就来修行 知道吗 那有些人是适合修行的 可你看不到 昨天讲那些西音啊有没有 病得要死了自己会活起来 那活起来赶快送庙里 修行会很 有大成就 这些人是 都存在都可以看得到 而你自己不知道 社会工作有一个 有一群朋友 这朋友里啊 有非常知心的 到达一百分的 也有八十分的 六十分的 也有远一点的 这些都有的 那你假如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就不是啦 修行有障碍 所以在现实生活里 家庭跟工作两方面 他在看什么 看你为人跟处事 为人处事 八十五分 修行是很快的 为人处事不及格啊 就七十五分以下 你要修行是有很大的困难 而这障碍很多 尤其是社会年龄不成熟的 这为人处事不够成熟的 那你一定有障碍 你停在哪里就在哪里卡住 一定再到修行陷阱去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认知 所以要想激发出你的生命能量 来完成你的生命改造工程 你一定要人格性很成熟 要很成熟 要不然呢 你就会像小孩子一样 经常耍赖啦 撒娇啦 我就说通过你就不给我通过 师父你就说我通过好了 师父说给你通过 那你就通过了嘛 要不然呢 就种种耍赖调皮都来了 师父说好吧好吧通过嘛 这个不算啦 师父这样讲你通过了 那你会怎么 又要上一阶去啦 人家上一阶修你也要去啦 那结果你什么都没有进入状况 然后又要吵吵吵吵吵吵吵 吵着你要过去 那你怎么办 这不是用草来的 不是用意气弄来的 它是实力的功夫来的 假如你带有一点意气在 这个修行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 这是我们跟各位提醒的 激发出来 那个如何驯服的这个部分呢 明天晚上 不要下午跑来 我们再讲 去哪里 的 去哪里 去哪里